基本上在夏天的部分 大家都吃不下飯 那是像酸差一點這些的菜餃 你沒有酸酸的料理 那是像非常的開胃 那是吃得比較下飯的 所以今天就出了這一道菜是 鳳梨炒木耳 3,6,5,6,6,5 健康自己煮 鳳梨小木耳 首先我們先將鳳梨木耳 這些東西都把它切成很快 到這要把它切斜片 那鳳梨呢 是屬於是黃色的食物跟水果 在健康價值上面呢 它有相當的抗氧化的作用以外呢 其實它有包含它的 維生素C、E跟V1 那可以去修復這個受傷的細胞 所以說鳳梨是一個超級食物喔 好 我把它切片 好 我把它切片 好 給它一點膠 這樣要切片、切碎都可以喔 好 現在把它切斷喔 好 那接下來是麵茶 麵茶的話 原來它是比較不好入味的一個食材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一個醃漬的一個動作 好 那麵茶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它施 切成片狀喔 等一下這個麵茶 是要做醃漬的一個動作 那裡面我要加一點這個 醬油膏或硬梨膏都可以的喔 我們加一點油膏 好 加一點玉米粉 玉米粉也不用太多 大概一八十九 把它抓抓 好 這樣我們就可以起鍋囉 好 先加油 加完油之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醃好的麵茶 放下來 煸香一下 好 那剛才因為我掛了這個玉米粉 所以它等一下會黏在一起去鎮掃的 那只要我們的食材裡面呢 加了水之後呢 麵茶的話它就會自動分離出來 所以這時候你也不用太擔心 麵茶會糾結在一起 這時候我們就加加火鍋 這要加上 辣椒要辣一點的話 我們就可以自己去澆湯喔 木耳 這時候我們就加一點水喔 之後我們就可以加一點白白白粉 這時候因為我們的麵权有掛了粉喔 相對的等一下料理就會萏染的話 會比較濃厚一點喔 我们可以试试的补一点水 但是这道料理的话 沿上水也不用加太多 那沿上略带一点价值 最后起锅之前我们再下泡泥 起锅之前加点香油 香菜要放进来或放在上面都可以的 好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起锅咯 直接上盆咯 非常开胃的凤梨炒木耳就成功咯 我们下期再见